第二部份呢 我們就要 過去這裏 我們暫時把箭咀 放在另一個地方 其實這三個放在其他地方都可以 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版的效果 其實做好了應該就沒有 不過好像有少少東西 我想更新一下 這一版其實 那些 Constraint 所有東西都做好了 Design 我都暫時這樣頂住 那你一直在做 Navigation Bar的時候 你都記得 我只是教他們怎樣改色 還有教你寫一個 Code 開走了 這條白色線 但這次我很有趣 我就做了Translucent 即是半透明箭底 所以這個黑色是半透明的 但我想直接令到這個 Navigation Bar消失 但就保留這顆Button可以在 可以嗎 那怎樣做呢 這一部分都要寫Code 我們就首先 我們只要改一次就可以了 因為這一版 這一版 和這三版 都在用ViewController這個Code 所以我們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那也是啦 其實這個Code已經給了你了 那我們Copy它 然後你去X Code 在ViewDelight做的 Paste 那這一段Code就很有趣的 它就說self self self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意思 就是我現在的ViewController 我自己那個 NavigationController的 NavigationBar 就設個 Background Image 做 空白 行不行 這個其實就是空白 那另外呢 我都說了 我自己的NavigationController NavigationBar 的ShadowImage 就是一個空的UrImage 這個之前好像做過了 就是令到那條線都沒有了 我們來看看主題 self的意思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NavigationController 就是這個 NavigationController的NavigationBar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會影響它 那所以呢 我們在ViewController 是可以找到前面的大佬做事的 那這個呢 你Play了之後呢 你一Run 應該就會呢 應該就會呢 看到呢 它沒有了 NavigationBar 也都沒有了條線 但裡面的Items呢 用來做一個Background 所以它就變了透明了 那麼這個部分 就很簡單就搞定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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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